六十四片 那個小米做的 好 好 好 三張六十一張一百塊 那小米做不是變本做的 喔 兩份嘛 一百塊 一百塊 因為我從小就是被家人訓練說 從小就是要看新聞時事 對 一直看 看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 就算出社會 每天下班之後還是一樣會看 那為什麼在這麼多媒體裡面 你會選擇中間新聞 難看 因為我覺得他表達了出真正的正義 不會像有些新聞 他說就是不會說 像政府說不行這樣子講 然後像現在很多新聞媒體說不能這樣講 他就會下去不講 就是 像政治話題或者是敏感話題 很多人就選擇說不去透露更多 因為會怕損壞到自己的 自己的名聲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真正正義的是 要把自己的心聲講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 而不是說我沒有去講 然後讓大家只有蛋方面的 去鱷魚奉承這樣子 2024年你也想為正義出一份力嗎 你也想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嗎 你也支持追求兩岸和平的聲音 必須要大聲說出來嗎 邀請您報名加入中天新聞志工隊 個人或者是工商行號小店家 都能夠加入 任務就是要推廣下載中天新網的APP 多一個下載就是多一份力量 是爸爸報名爸爸跟我講的 然後我說這個我想要參加試試看 對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時機 可以藉機就是把自己的心聲 讓大家所有台灣的人民 包括在外面的人都可以知道 知道說中天新聞台雖然這樣子 雖然這樣子被稍微有經過那個關係 但是我覺得至少是從自己的心去發聲 而不是說我隱藏我自己的言論 現在言論早就已經言論自由了 何必為這樣子 因為當初對政府非常的不滿 然後看到中天又有真實的報導 然後講出人民百姓的心聲 天天看新聞報導 結果有一些都是虛假的新聞 結果真正接觸到中天才知道說 原來事實上有這麼多真實的報導 所以非常欣賞中天新聞的報導 講出人民真正的犧牲 所以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加入中天的志工 幫忙中天來推廣這些 讓大家知道的機會 因為要讓大家看得到啊 讓大家看得到 因為原本爸爸也說不要貼那麼多 我後面想說不行 我如果選擇要講 就直接把它貼著 當大家都知道 而不是說 我就是 讓貼個一兩個 我有講就好 我想要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 中天這個好的媒體 讓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是屬於公平公正公義的東西 然後我已經要鹽了 一點點就好 在這個攤位做三四年 然後從小就做吃的 從國小的時候就跟著家人做吃的 做到後面我覺得對這個有興趣 我才做這個 對也是因為爸爸介紹我才去做這個的 因為我那時候選的小米通明是 因為它真的很健康 是小米亞馬子下去做的 不會說 不會說像其他一樣 雖然它不是素的 但是它 但是它是屬於健康的 而且我下鍋沒有放油 我剛剛下鍋一直下鍋都沒有放油 這是一個重點 人家墊盆的一定要放油或吸油 那個蔥油餅會吸油 讓麵團越來越油 可是你看 我現在就像這樣子翻面 沒有油喔 是完全沒有油的 是有它的層次感一層一層的在的 而且是真的屬於健康少油低肉量 連老人家小孩子都可以去嘗試 可以去吃的 真正有健康 你有宣傳那才有用 你如果沒有做健康的東西 你去做宣傳 不是大家人民都想要的 那根本就是沒有用 等於跟現在的政府一樣 你就只是做表面給大家看 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給大家看 從剛開始就腳踏死地 我不是說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基本上我現在看到的 跟以前差的真的差太多了 歐公本來就是我們 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一塊 陳英文的政府會是最會還債的政府 而不會再留止水 因為他所講的是騙一些傻傻的公公 都是一些表面只相信的人 事實上真正心裡面的話 政府並沒有講出來 大家都被壓榨 被現在政府這樣子壓榨 所以大家也怕了 真的也怕了 但問題是我們要的是百姓安居樂業 而不是你用言論 用言論自由去壓榨大家 讓大家了解真正什麼叫做自由 而不是隨便亂來 你姓文報什麼我們就要信什麼 讓大家去知道什麼叫真實的真相 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想問民進黨執政任內 還有多少湯彰王法躲在這種陰暗的角落 沒有讓陽光照進來 有關單位都應該說明清楚 所以你做菜市場是 要等一看中天嗎 對啊 阿波我就休息了 兩點完我就休息了 我就回去就看中天新聞 因為中天新聞報導的很多新聞事件 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一面 而不是政府在宣導那些假的消息 他只講好的啦 都騙人的啦 都是在騙人的 跟詐騙集團一樣 因為中天比較實在 因為這些民進黨 都是走的偏的方面 就不乎正道的方面 我覺得我們站出來 要公平正義站出來 真正的新聞拿出來 讓人民比較生活比較安定 比較正直 所以說我對於中天 信仁堂非常好 那你也覺得中天比較公正 他剛才講的說什麼那些罪名 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根本就是鬼扯嘛 咱們都是專程標誌 這NCC早就應該下台了 還在那邊霸佔 如果我們納稅前去豢養這些 現在呢中天對於NCC的抗告 加起來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是第17選了 非常高興啊 終於能夠看到真正的真相 也能夠看到 所有的展現出來 NCC真的是髒七七啊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NCC只是政府它用來 掀斥言論自由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說 原來真正的事實 並不是他所講的宣導的這樣子 真正的新聞自由 是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真實的真相 我不能因為講出真實的真相 而讓大家來犧牲 結果中天就因為講出真實的真相 所以被政府給犧牲掉了 真的太不合理了 希望中天能夠回復 大家也支持中天能夠回復 我覺得本來就該把中天新聞 先還給中天新聞 因為這是本來台灣 就屬於言論自由嘛 而不是說現在才言論自由 我們就算這樣子講 那又怎麼樣 可是我們是講的是真正 真正把好的壞的一面 都讓大家人民知道 這樣子才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好跟壞 而不是說 我們都隱藏言論 照政府的言論去發言 這樣子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言論自由啊 因為是小米 所以它呈現的都會是特王色 不會像澱粉一樣 燒焦就直接是咖啡色 直接吃到苦苦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口感都會不一樣 來 歡迎下載中天新聞 讚耶喔 真實的報導 下載我們的中天新聞 監督政府的力量 讓我們台灣人 能夠更知道真相 現在政府詐騙太多 一天到晚都在騙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中天 感謝 我現在重點是 我講個最簡單的 政府每天都在講 人民能夠領六萬八 你告訴我誰能夠 可以領到六萬八 就只有少數的這些人 也有人領一百多萬啊 一堆人領了幾千塊的 臨時工也一大堆 為什麼會是這種情況呢 在菜市場這麼多人 每天幾千幾萬人 他們真正每個月能夠領的是多少 抱歉 三萬 兩三萬 三萬多 四萬 真正領六萬八的有幾個 隨便路邊採訪也知道 十個裡面沒有一個 也許只有0.5個 非常的可悲啊 不要再宣導那些好的了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要再騙了啦 那你希望政府怎麼做 希望就是把我們台灣的經濟搞好 我們台灣需要的是經濟 把經濟搞好 把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 然後把薪水也提高 因為我們的薪水跟物價對比 差別太大 大到離譜啊 貧富差距也太大了 我們台灣需要的是經濟 以及大家所希望的真正的真相 而不是永遠 政府只講的好的一面 拜託你報導真實的一面好嗎 所以我熱愛中天 因為中天講出真實的一面 真正人民百姓想知道的東西 中天新聞志工隊成立一年囉 感謝成千上百的中天志工 用最大的熱心熱情 一起推廣中天新聞網app 堅持把監督的力量傳出去 這股來自草根的力量 持續在台灣各個角落發光發熱 2024年您也想為正義出一份力嗎 您也想一起成為監督的力量嗎 您也支持追求兩岸和平的聲音 必須大聲說出來嗎 邀請您報名加入中天新聞志工隊 個人或工商行號小店家都能加入 任務就是推廣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分力量 中天新聞志工隊報名 1.可掃QR Code或點擊 2.聊天室置頂連結 3.影片資訊欄報名連結 4.中天新聞網每篇文章文末 也有藍色報名連結 5.或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有專人協助 我們將提供志工下載力排 戶備版和下載貼紙 可以放在結帳台 店門口或客人的餐桌上 正義不能等 和平不能等 趕快報名加入中天新聞志工隊 一起動起來 2.紅蓮